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活得精彩 要敢想 要敢做 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不是一位的名人名言 而是我的父亲 对我最重要的鼓励 教导 也是我父辈们给我埋下的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当我在2019年航行在南极的时候 这颗种子完全融入到我的全部身心 我在乌斯华亚这个科考的船上 看着眼前这纯净的山山大海 回想过往的人生 想着到我老年的时候 我的一生应该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呢 我希望当我回味人生的时候 我的生活是充满色彩 充满生机 有爱 有想法 同时在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地球 世界变得更好的过程中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的父亲是我最重要的人生导师 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 你要活得精彩 要敢想 要敢做 成为最好的自己 从他那儿我明白 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去度过 在青少年的时候去探索自己的喜好 了解世界 形成对自己 对世界的认识 成年的时候 热情地投入到你喜欢的行业 进行畅游 你的亲人 你的爱人 在你身边的陪伴 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人类的进步 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到老年的时候 一挡老庄一挡 这样享受天伦之乐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你的全新投入 努力复苏 那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批花艇将要着陆的时候 我心情特别沉重 因为在那儿过去的几天 每次Landing着陆的时候 我都看到这饥饿的小企鹅 老船长是研究生态的博士 跟我解释 因为气候变化 温度变难 靠近岸边的这些林虾 都已经游远 那些企鹅的妈妈们 就得被迫游得更远 去找来这些食物 而已经饿了很久的企鹅 爸爸没法保护小企鹅 他们也得游出去 去找食物 这时候小企鹅 就直接地暴露在太阳下 这些海鸟 把它叼走 或直接在我们眼前吃掉 这种生死历劫的声音 让我难受了好久 我记得我录下这个声音 提醒自己 我眼前看到的 就是直接 是这个气候变化造成的 眼前的冰川一直在裂 我们就在想说 这个温度这么暖和吗 我们是在南极呀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到我们返程的时候 我们又深刻地理解到 这个气候变化 瞬息万变在这个地球上 你的生活是有一个什么变化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只是中间的十秒 而我们在这船上 过了四十多个小时 这样的生 这样的经历 我有幸驾驶了这个船 行驶了一段时间 船摆左面六十度 右边六十度 我当时就在想 天哪 我们究竟在这个地球做了什么 老船长告诉我 十年前他航海在这条船线上 经过德克海峡 不是这个样子 终于我们平安地 穿过了德克海峡 一路上我们自问 我们对这个地球做了什么 紧接着消息就过来 就是中国可考船的雪龙号 没那么有幸 它的船尾直接截断 这艘船直接要报废 被拽回国内 我们当时有着那种 特别求生的欲望 这个求生的欲望 直接影响了我现在的工作 而且我现在的生活 我的童年是跟着我父母 在他下乡的地方度过的 北方的冬天是烧蜂窝煤 是在这个浓浓的煤烟子味道 而且你出去转一下回来 洗把脸 脸盆的水是灰灰的一层 冬季的下午 你看那太阳是赫灰色 稍微黄一黄 灰蒙蒙的 而且我记得我的童年 是没有白色的鞋 白色的上衣 不可能有白色的连衣裙 骑自行车经过的工厂 永远都能看到这种 大的冒着黑烟的大烟囱 才经当年的纪录片 展示了当时的状况 可当时的人是没有办法 也没有改变的方法 我的童年一直在跟这个鼻炎 治疗相关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 只要一行走出来 就是打喷嚏 眼睛疼 而且呢 这就是嗓子特别的难受 如果你了解这个鼻炎治疗 除了药物 最直接的 就是这个鼻内穿刺导流 减压法 你如果是经历过这样的治疗 你就知道那种痛处 和你自己要拿着一个盘子 接这个液体的尴尬 同时医生 会在你走之前的时候提醒你一句 记得啊 三天之后你还要来的 我当时的心情 就像这只大猩猩被绑在那儿 我的口是没有办法避拢的 而我的鼻子是不能顺畅地呼吸的 我没想到这儿 我就要感谢我的父亲 他是一直陪着我 那么多年的治疗 他说 你要知道 只有身体有本领的人才这么被关注 才能得到这些的治疗呢 他的幽默 其实是安慰了我那十几岁的心情 而且让我度过了那一个难受无比的日子 这个治疗一直到我去美国读大学 精心的父母给我装了很大一箱子的这个药 可改变了环境 我的鼻炎消失了 我可以顺畅地呼吸 我可以顺畅地呼吸 我在美国求学 工作 慢慢地这段经历就忘记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我在2014年的时候 一家人回国 我的女儿 因为环境的变化 得得肺炎 苦无堪言 我在美国的求学和职场的经历 一直是围绕着能源的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 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鼻炎治疗的相关 但是冥冥之中总是有那么一点的关联 我从能源的这种系统工程上 其实是了解 这有发电端 这有电网 这有需求端 而且通过整个的数字化 它的智能化 你能够了解到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摆脱这种依赖煤炭 石化能源的这样的供给的办法 而且我们可以找到可替代的清洁能源 或逐步地用可替代的清洁能源 完成这样可持久性的能源变革 不论我是在美国的能源部 州政府 企业还是高校 我一直在目睹着 新的科技能够颠覆这些传统的模式 它能够让你看到 这些新的科技能够直接完成 去提高效率 节能优化 达到你需要的 又同时不影响你的经济发展 我同时也看到了这些透明的数据 其实让你能够清晰地知道 空气中这些 微粒的尘埃的成分 和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可在那个时候 久而久之 我其实已经对这习以为常的干净的空气 都已经当作是一个生活的常态了 这个在纸上的这些 讲环境污染的数据 对我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直到2012年 我回国参加能源的会议 飞机刚停 我这还在导时差的状态中 我的眼睛开始疼了 打喷铁 喉咙难受 就那一刹那 我意识到久别20年的鼻炎回来了 我当时关注 看到国内各个媒体 包括政府的报告 都在热议PM2.5 了解到国内的能源结构 了解到这种转型的压力 在一次京城的会议里面 外面的空气是PM2.5 400以上 屋内有想抽烟的老专家 在讨论说是不是把这个窗户打开 经过一番讨论 觉得有烟的会议室 还是比屋外的空气好 多么无奈的选择呀 我在当时只不过是粗略地了解到 而他们 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对我的感触很深 这件事情之后 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些什么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学所科研的这个领域 一直是真的地体会到 其实我们当时 一直在过去10到20年中 假设的说 你在环保 你的节能 其实是在牺牲你的经济效应 其实是不然的 当你在用科技 和你的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的时候 你其实是既能开源 保证你的经济的发展 也能节流 这样的一个节能的效应 那自然而然啊 在功课的背景 我们就会去探讨说 那数据本身 在我们看到 从右上角的这种煤电 那它在整个通过右侧 在左侧的滑动过程中 你增加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充电桩 这些清洁能源 在减少你对这些传统能源的依赖的过程中 数据是如何去转化的呢 它有不同的源头 它一定有进口 它也有出口 那你可以加入生物质 你有风电有光伏 同时在这底下 这个是核电啊 那个绿色的 然后我们再看传统的能源 它有一些实化的能源上面的 在加入过程中 那它如何去体现出 对这种碳排的数字的跟踪呢 就在深的一讲 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你是用实时的数据 如何去掌控你整个的这种不同的数据源 去减少你的碳排 你在整个转化的过程中 有哪些是流失掉的 哪些可以再继续使用的过程中 这些让我特别兴奋 因为在做科研的过程中 你要进行商业化的一个技术 其实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需要充分地去一直在试错 你在挑战你的假设 验证 再挑战 再验证 我真的很激动不已 但是我没有办法 一次性地找到正确的答案 但我不想停下来 我觉得在你慢慢地摸索过程中 这种从表象到真实的这个结果 会最终产现出来的 所以从2012年开始起 我自己着手建立了一家 以大数据分析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对能源优化智能威望 在多种能源的这种变革过程中 什么是真正的能源数字化的转型 建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个 是低碳未来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我不会为我女儿的肺炎而再担心 那我每天看到的这些数据报表 其实更是一个动态的 以不同形式 它从宏观的角度最终还是要到微观 因为你要落实到每一个发电机组 每一个运行机组 每一个耗能的机组的过程中 它的损耗 它正常损耗 它的维护 它的愿违 像做一个体检报告一样 你提前知道它发生什么 你哪些做行这种策略调整 像在座的有一些有孩子的 你知道在你让孩子在学一个科目的过程中 你也在及时调整你的策略 哪些是让他去了解 让他学有所成 同样在技术的这角度也是 而我们得出来的就是说 从数据用传统能源和这种清洁能源代替 能保证同样的安全可靠性的基础上 那何乐而不为呢 那我的每天的工作 我接触的客户会在煤电厂 会看到这些煤矿出来的工人 他们手是黑黑的 脸上黑黑的 他们洗完之后还是这个黑黑的 而且他们人不到40岁 他们其实肺纤维已经直接的没有办法 再像我们正常人的这样的行走啊 去享受 在中年时候 更不用去想老年时候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同时 我的女儿拒绝把她的照片放在下面 我只能用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得到她的允许放在上面 就是 当得了肺炎 当你的环境引起了身体的很多的这样的 一个免疫系统的破坏之后 她就一直经常会去医院 或者说是到这种医疗体系里面去 这个戴着这个面罩 是真的很让人痛心的 在乌斯怀亚号 我们行驶到南极的那一半球的时候 看着湛蓝的天空 我身边是一群很有这个社会责任感的这些女科学家 我被问到 你为什么关心气候变化 你是一个创业者 你是在用技术去解决一个问题 而我的回答是 回到最终的本质 作为人 你应该关心这个地球 不再是只是关心你自己 你的家庭 你所生活的这个小的区域 这个地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了 你所存在的这个持久性 那在南极的时候 似乎感觉很遥远的那个地方 我们已经意识到 而且真正地去接触到了这种潜在的威胁 那其实需要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 我相信当你拥有的时候 你会懂得如何去珍惜 珍惜你的生活 你的健康 这个环境 尤其在今年 记得那一刹那 尤其可以摘掉口罩的那一个自由的时候 你那份感恩的心情 所以我坚信 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是能够看到低碳未来的 我们能够呼吸到这样的清洁的空气 去享受幸福自由的人生 谢谢 谢谢